各位迷迷朋友好 又是我Candy,雷文 今天跟大家分享7月14日快活谷 今季最后一次的赛事 雷文先祝各位 可以期开得胜 各个开心的暑假 各位未看影片 可以给一下手指公按赞 可以支持雷文的频道 可以免费订阅雷文的频道 另外可以加入小弟的 YouTube会员月费计划 因为暑假就说是放暑假 没有马跑而已 但是都要做定些功课 如果有兴趣的 可以加入雷文的会员频道 可以大家一起做功课 找一些有潜质的马 如何找一些懒马出来 夏季那里 等他们成熟的时候 就看看能不能找到食 那也是照舊 昨天出了两条 关于浴城赛马系列 今天就先分析两场的大小分析 部速形势 走 有利有弊 那些东西 先说到第一场 这场真是乱到很乱 你看到韦达的上袍福满 今天有周同学不用去找黎海荣 不知道搞什么 周同学没有马骑 上次黎地他跑得不错 另外 预计今天这场马的报处 就先去看 那好像喜迎运呢 其实都是属于摆钱一点的 那会展达人 绿豆怪结 爱逍遥 啊 这些都不会 就算是老老富贵 都不会太太落后 那 那便了希望有些报处 就选择一些手 有得折折一下的马 那昨天跟大家说了 就是关乎这一只精彩飞动 那今天莫雷拉又骑上去 那各位就 上次有黄晋一出集 就跳了一跳 那拍着那只叫做都市神话都有折 但是他始终来计 都是快活谷 应该莫雷拉会比较骑好些 那尽量都是清爽些去说 那看了这一只精彩飞动 那其实他赢了那一场 不要看他赢了那一场 昨天我专专跟他在四班 看杨明麟发挥书给今天上班 那只 不是 今天在三班跑的那只智宝区 那其实他去到末段这一部 这只精彩飞动在这个位置 那外面那只智宝区 在他拿位 杨明麟真的拿得不够决断 那在这里 在那隻有視力後面很久都沒有崩塌 停了幾步 智寶區這裏衝行了 這裏剛剛才衝順兩步 智寶區就先走過去 其實他最後面也有折 過班有視力 那些紅寶社那些都是過不到的 今天就落回來五班了 但是當然要背重磅 我見他重化試了複雜 我覺得OK的 所以就有做功夫 有試襲 下班 找拉縮 前一場的騎也很傻 昨天那條片也說了 他又不是說一隻有什麼 特別好潛質的馬 但是就看看他的班數 好像特地想下來五班賺錢 今季五班跑一次就贏 那就先選他 第二隻 這隻正義區 其實之前 波見史手上 我經常覺得他騎來騎去 左看右看 今季加了個眼罩 無論手在好位 後上回來 都可以跑到個四四五五 唯一這個問題 就是他千八就沒有上名的紀錄 但是我看回 他是OK的應該 再加上這些是一些側身馬 戴了眼罩都沒脫過 班德禮也是合拍的 再加上兩場都是十一檔 我自己也要寫 兩場都是十幾檔 今天就撿了個四檔 看看這隻馬 不要看他上一場 看他前一場走外蝶回來 就怎樣輸給開心大師 尖指 合夥禁勁 這些全部都不是贏馬 就是入Q的馬 那就看看他 準備 不用看那麼多 看看他進來直路 這隻正義區 現在還在最後那隻 這隻就是尖指 旁邊那隻是開心大師 不贏馬 都再入Q的馬 合夥禁勁也贏 這場是1600來的 這隻扔到外面 這裡再踩上來 其實他也有衝 合夥禁勁就贏馬 尖指入Q的開心大師 全部都交到有水準 其實他當日 在一個這麼虧的情況 鬥到這麼矮 追到回來 跑過第五 我覺得這已經算不錯 就交到水準 再加上上一場 他跑回第四回來 那麗文那天 都是搏中了四重彩 同大家 那隻熱門又不在 那隻上方補區 但是上方補區再出 下回千四又行 變成這隻正義區 其實你看一下 開心大師 金剛福星 盈感 這些都不是真真正正的五班馬 雖然他那場走在內蘭那裏 就好像很敏 頂著這隻紅寶蛇 但是他在這兩個不同的跑法 手在裡面 又OK 出來追 也可以 今天有一個好檔 看看他怎麼跑 第三隻要選的 也要選這隻老老富貴 兩場馬 他都很不幸 遇到阿芳那些大舊馬 被這隻馬一逼之下 那隻馬就回來 撐了一點點 上次比馬雅騎 就比較發揮得 一般的 有少少裸位 S走位 但是看他前一次 在毛顯東手上 怎樣被阿芳那隻 堅有鳥 撞到整隻 少少歪歪的 大家看看 一隻馬多單薄 這隻馬多大隻 這樣壓了他過去 夾一夾 但是他都死不斷氣 不斷地頂上來 裡面那隻 都是五班有些好處的 天地同心 那隻都是有些好處的 家喜王 那他死不斷氣 都撲上來 就咬過第五 然後上次 就打算找馬雅騎 去搏殺 在沙田千四 輸給一隻 在五班一定是有好處的 合火禁敬 上方寶區 那他都可以跑到過第二 再加上 其實他也是被阿方仔 那隻叫做上方寶區 捱住他這樣 進來直路 在扔彎的時候 這一隻就是 一隻老老富貴 旁邊的方仔 那隻又在那裏 捱住他 又是個大塊的 啊啊啊啊啊 要進去 馬雅又要 鑽到這裡再上 其實這裡 蛤出來都可以 這裡兜兜兜兜 進去 這裡騎上去 這樣就兜兜了少少 握上來 中央會折到上方寶區 其實他都折了出來 你不計這隻合火這麼厲害的話 他都是贏馬的 兩場比方仔的馬就滴滴滴滴坐坐 其實今天的檔位就不理想了 因為今天的調例規定 不夠26分就退役了 上次跑了進來好像沒有加分了 忘記了,免得看了 變了他也是不夠分的 當不是太理想了 但我相信這個馬房是盡地一煲 這隻馬他都很失威 雷文經常選他的轉倉馬 這隻是交不到頭馬 剛剛上場就交不到 本來馬雅如果在那個位置賺出來 或者不是遇到方仔那隻 也有些機會 看看他今天十檔就不好 有心搏,但撿過十檔 再加上換回毛顯東 看看毛顯東會不會騎凌鋒 另外第四隻就不看片 選擇這隻輝煌巨星 那次呢 就穿那隻叫做爪王烈焰那場 介紹了那條二重彩 其實他上次跑泥地 他也是有追的 不過他1800 就可能沒有1600那麼好的 都要選擇 他也有試襲的 至於就講到另一場賽事了 先講到一個步速形勢 好像有些這樣的 營友十一檔 其實他幾場都會割過來 他有些斑 我想他可能都是割過來的 另外彪之靈 由他試襲也好 之前也好 剛剛來香港也是在前面 射完回來 就沒有幾多 預計都是放在前面 同文力量 今天又加上眼罩 其實今天這輝煌 看到剛才那場第一場 和第三場 很多馬的配備 轉來轉去 比較難計數 隨隨換換換換換換 隨隨又試襲 希望這些 一直都是這樣跑的馬 都是放在前面 好像營友 彪之靈 甚至乎你說 那隻叫做 布里如飛 這些大步馬 都是放在前面 起碼有個正常步速 昨天也說了那隻馬 說了一隻 歡樂好友 近幾場的 跑一千 其實 連續都是上場 撿了個外檔 在末段 左兜右兜 回到位子 輸了個多馬 看看他今天 跑一場千二 曾經和股票轉期 一起跑兩次的馬 一次跑第三 一次跑第四 股票轉期是贏馬 穿回丁冠圖馬房的馬 這隻歡樂好友 進來這裡 也是給了一隻馬 這隻快一步 再交回頭馬 那次 就是OK了 但是他真的有些意外 但是人家是虧了很多位 他就省了很多位 但是 究竟他是一千好一點 還是一千二好一點 我覺得兩個路程 他都可以 這隻快樂好友 都是有些斑的馬 這裡 打斜地抽出來 人家快一步 都衝到行走 但是他最後幾步 他都是再撲上來 都過了 羅庫泉那隻名月新輝 今天跑到千二 有一個好檔 找回何宅堯這些騎士 看看人馬都合格的 就先愛這隻 第二隻 選得何宅堯 也要選回 這幾次都有講這隻 冰雪奇遇 但是他今天 就是加眼罩 撿了個外檔 所以 有少少疑惑 但是莫雷拉 有幫他彈小閘 是的 有幫他彈小閘 這隻馬 就不要看他上一場 守住 三位回來 沒有多少 在他前一場 上次阿里文一 就是 跟大家講這隻馬的時候 他如果不是內閃 他根本就未必輸給那隻叫蝦餃燒賣 後面的電訊火箭 有心有刑 可以看一隻營友 其實營友都有點難滿機會 我覺得 那隻營友其實連續幾場 減過來 要不就被馬頂 要不回到最後 都捱不到少少 這隻就是營友 那隻冰雪奇遇 一會見到前面的步速 有些馬走 他就定回下去 但是 但是蝦欣呢 上一場 他就貼萊蘭 又不兜到外面 這一場 我覺得蝦欣呢 就心急了些 和那隻馬有內閃 就失了個WIN 那都是鑽倉馬來的 這隻 好了 對面直路中未斷 前面方頭的馬 外面位置澳遊千里 內蘭呢 海精英 守住內蘭第三 是粉紅面孤 總得威 外面位置是營友 第五位的馬 內蘭王者其兵 外面冰雪其余 左後面的馬 還有營彩 那麼這一個已經鏟下去了 其實他是不是真的 那麼短的馬 今天加個眼罩也有些意思 然後 回到這裏 電信火箭就在這裏 蝦餃燒賣就在這裏 他在這裏 就撕撕撕撕撕 進來這裏 一直騎 一直撕撕 就輸了給蝦餃燒賣 有心有形 有心有形 再在外面位置 還有冰雪其余 大外多 電信火箭 這裏一直騎進去 一直騎進去 走一條斜線 那隻蝦狗燒賣 就是一條直線 回到這裏 就輸了一點 如果你新算 如果你走回直線 真的可能贏了第一 就算不贏 你都應該不會輸給電信火箭吧 這次就落到莫雷拉的手上 蝦欣換到莫雷拉 加上眼罩 希望眼罩對他有幫助 就選這裏 至於第三隻的 都要選這裏 鄭俊偉的多多歡笑 雖然他上場拼回來 就不是說跑得特別好出色 但是我看到潘頓 都已經忍得很辛苦 沒斷 忍得很辛苦 其實他之前試過一副 有個谷集 就跟大家在這文事前Live都看過 其實你輸給神進馬車 一隻輕 神進馬車是三班下來 中複者是一隻 其實就 都不是五班馬 升上四班 接著 背一百一十九磅 你又要讓他七磅 是吧 後面當家信心 再出都行 完完動力之前才拿頭馬 他以一個初出的身份 曾經試過谷集 不要說很好 叫做OK 今天就轉過來谷草 看看這隻多多歡笑 我看到潘頓在直路的時候 他忍得很辛苦 這一隻就是多多歡笑 這一隻是多多歡笑 進來直路 這裏死人難人 這裏穿著騎 但是潘頓也打得很狠 不斷拗他 不是說玩的 這裏穿著騎 那裏穿著騎 過去那隻是三班下來的 前面那隻呢 是一隻一一幾磅的 後面的當家信心 當家什麼呢 都叫做有些側身的 旁邊那隻剛剛升了 贏頭馬的 這次看過他的末段 看看縮過來 短一點點的直路 會不會 曲襲 我覺得他應該沒什麼問題 是 適不適應到那個法力點 今天沒有了潘頓 但是呢 都找阿田泰安 雖然阿田泰安和他的相名率 就不是說很好 但是都叫做 肯用阿田泰安 選了這一隻多多歡笑 至於第四隻的呢 我就會駁回這隻營友 其實這隻營友 對上那天 我為什麼會和大家 在這文時前Live 一注夾中那隻 叫做好運寶馬的呢 其實呢 之前中了六鼎記 美麗滿滿 劍在九天 昨天都追得很厲害 這隻好運寶馬 營友 昨天有介紹過 龍寶寶PACE 即是又中了 那麼 這隻好運寶馬 為什麼這文會選擇呢 大家看看這隻營友 在十二檔 十三檔切起來 雖然那步速不是很快 但是呢 他呢 還在這裏撒著 撒著那隻好運寶馬 說真的 好運寶馬肯定好過他 大家看看 好運寶馬 營友 這裏不停地撒進去 但是呢 那隻好運寶馬 是可以回氣再上的馬來的 這隻營友 當然是沒有他那麼好 大家都是鬥著慢步速 賺盡了形勢的了 你這裏撒進去 撒著撒著 騎師都騎不直身的 但是呢 他一路撒下去 因為本來過了一隻好運寶馬 好運寶馬 這裏回氣呢 騎下騎下 就撒過這隻營友很多 你看看最後那幾寶 看上去兩隻馬 就有少少差距 昨天這隻就贏了 這隻十幾檔 追上來跑過第五 那這一隻 那這一隻呢 就被揮愛碟輸了 昨天羅庫泉就不見了 那這一隻呢 今天這隻營友 若然不是撿過這樣的檔 即是上次十三檔 今天又十一檔 即是不知道他怎麼跑 但是呢 我想應該都會有些賠率吧 那先選這一隻吧 那不記得寫 那先說第一場吧 不好意思啊 即是 第一場呢 就愛了一號的精彩飛檔 然後這樣更方便 九八號的正義開 跟著第三隻的呢 就愛這一隻的 那樣的怒怒富貴 第四隻的 那又愛這隻 就是輝煌巨星啦 那就是了 那至於第三場呢 那先選了這一隻的 那 十一號的 歡樂好友先 第二隻的 就選了冰雪奇雨 那就加眼罩 那第三隻的呢 就會選這一隻呢 就是 多多歡笑 初跑菊草 那第四隻的呢 又是十一檔 的檔位就不老禮的 那就是 不是幾好跑啦 這一隻叫做三班 下來的營友啦 那跟大家參考一下 這群的心水啦 對啦 不過今天的賽事 都比較亂一些 因為呢 很多騎士的配搭呢 好 騎開的馬 不是用那些騎士 那就是 就算他再換那些騎士呢 都是一些呢 就比較令人 有些懷疑的騎士啦 所以呢 都是一個亂局的場合來的 今天 希望各位呢 就可以過一個快樂的暑假啦 可以支持一下 Layman頻道 各位可以多贏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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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